这一讲我们介绍货廊问题和计算复杂度理论 货廊问题呢是一个重要的NP难的问题 像这样的问题有数千个 它们都处在能不能有效计算的边界状态 我们这次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先看看什么是货廊问题 有N个城市 每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都有道路 这个道路有长度 我们希望找到经过每个城市恰好一次的这样的一条回路 使得总的长度达到最小 这里是一个具体的实例 一共是一二三四四个城市 那么道路的长度呢都标记在这些边上 按照这个实例 它的解就是这个红颜色的这条路线 这条路线它的道路长度最短 这就是货廊问题 对货廊问题进行建模 这里边我们看到它里边有城市集合 有距离 它的解是一个排列 就是说我的一个旅行顺序 这个旅行顺序 它的长度应该怎么计算呢 按下边的公式计算 可以看到这个公式是 CK1到CK2的距离 加上CK2到CK3的距离 一直加到 CKN-1到CKN的距离 就是到第N个城市的距离 然后加上从第N个城市回到第一个城市的距离 这就是所有的在这个排列下 它的路线长度的总和 而我们求的解呢 是使得这个长度达到最小的这样的一个排列 所以这个公式呢 就是表示的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解是排列 使得这个目标函数极小化 那么对这个问题怎么样呢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有效的算法 这是这个问题 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的问题 01背包 这个背包呢 它是叫做01背包 就是每个物品只有一件 有N个物品要装入背包 每个物品有重量和价值两个参数 背包有一个重量限制B 怎么选择物品呢 使得装入背包的价值最大 这是一个实例 它里边有四个物品 有重量和价值 背包的重量限制是6 那么我们就希望找到一个最好的装法 对背包问题进行建模 它的解是一个01向量 那么当取一的时候 表示这个物品装入背包 比如说X1等于1 1号物品就装入背包 X1等于0 这1号物品就不装入背包 因此这个是一个01向量 那么它的目标函数 是使得价值最大 我们对这些个装入的 这些物品计算价值 XI等于1的话 第二个物品装入背包 它的价值就进入到这个核里面 所以这个价值是最大化的要求 那么装入物品的重量有个限制 那么当XI等于1的话 第二号物品装进了背包 把它们的重量全部加起来 就装入背包的重量 应该不超过B 而且这些X是取0或者取1 I是对1到N 所有的都出现 那么前面这个叫做目标函数 下面这个叫做约束条件 这是对背包问题进行建模 下面观察第三个问题 双击调度 有N项任务 每个任务有一个加工时间 PI 第二个任务的加工时间 有两台机器来进行加工 相同的机器 从零时刻开始计时 完成时间呢 就是两个机器都停止加工的 这个停机时刻 问如何把这些任务 分配到两个机器上 使得完成时间达到最小 下面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任务集 有六个任务 它们的加工时间都列在这里 一共有六个加工时间 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我把一号二号和四号任务 放到第一台机器上 那么第二台机器呢 就是剩下的三个任务 这可以看到是一个问题的解 那么这个解的完成时间呢 应该把第一台机器的时间 加起来就是这一项 然后在第二台机器的完成时间 加起来是这一项 这两项最大就是15 所以这个完成时间是15 这是一个问题的解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有没有别的分配方案 会比这个解更好呢 如果有或者没有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请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建模 首先它的解表达成一个01向量 我们就把X取1的这些个任务 都分配到第一台机器上 不妨设机器1的加工时间 不超过机器2的加工时间 总的所有任务的时间总和是T 那么如果机器1的时间 不超过机器2的时间 那么机器1的时间呢 是不超过2分之T下取整 因为这些个参数都是整数了 这就是D不超过D 那我们的问题的解呢 是使得机器1的时间 在不超过D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大 这样第二个任务的 第二个机器上的那些个任务 它的加工时间总和呢 才能达到尽可能的小 那总的时间呢 才能达到最小 这是它的想法 下面我们看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建模 它的目标函数和约数条件是什么 大家可以考虑 下面我们看到 已经有了几个问题的例子 像这样的问题 有数千个 大量的存在于各种的应用领域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算法 我们指的有效的算法 就是运行时间 是n的多相式时间 比如说n平方啊 n的立方啊等等 像这种都是多相式时间 现有的算法的运行时间 是指数时间 是输入规模的指数函数 或者是更高阶的函数 这样的算法 当规模大的时候 它运行时间会非常的长 到现在为止 没有找到多相式时间的算法 那么是不是在以后能找到多相式时间的算法呢 到现在还没有证明这个结果 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证明 对于这类问题 根本不存在着多相式时间的算法 所以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呢 它是处在一个可有效计算的边界 就是说是不是存在多相式时间算法 就代表这个问题能够有效计算 那么对这个问题 到现在像这类问题都是不清楚的 而且这些问题 在这个难度上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问题存在着多相式时间的算法 就可以证明 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存在 如果一个问题证明 已经不存在多相式时间的算法 其他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 因此像这类问题有一个名字 叫NPhard或者叫NP男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问题 它就属于计算复杂性研究领域 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看到 算法加数据结构是等于程序设计 好的算法要求效率高 节省存储空间 算法的研究目标 已经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是 对问题建模并寻导算法 对算法做出评价 这里涉及到的是 找一个算法并且对它做评价 那么第二类问题 就是说 我们关注的是算法的一类算法 而不是一个算法 比如说排序问题 它的所有的算法里面 最好的是什么 这个涉及到问题的难度 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应的是一个算法的类 不再是一个算法 那么第三个整策呢 关注的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能够有效求解的这样的边界 这样有几千个问题都处在这个 不清楚 它是不是可以有效求解 处在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讲到的 它分别像这些个问题 分别对应了算法课程中的这些个内容 下面我们就把课程的主要内容 小结一下 先是数学基础和一点数据结构的介绍 接着是几种算法的通用设计技术 下面是算法的分析和问题的计算复杂性 接着是NP完全性理论 也就是关于那个NPHA的问题的 一些个研究情况 最后就是对于这些 可能比较困难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设计方法 这里边 下面的是跟算法设计技术有关 和一般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技术 上面涉及到的是计算复杂性理论 而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关注下面这部分内容 算法研究非常的重要 它在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中 有着重要的应用 算法设计和分析 与计算复杂性领域的研究 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核心领域 在66年到2005年 这个期间的图灵奖有50个人 其中有10个人是算法设计 7个人是以计算理论 自动机和复杂性的研究 获得的奖 所以可见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这个P是不是等于NP 正是刚才讲到的那个货廊问题 货廊问题就是一个NP难的问题 如果把它变成判定问题的话 就是所谓的NP完全问题 那么对于这样的NP完全问题 到底有没有多长时间算法 就是P是不是等于NP的含义 这个问题是本世纪 七个重要的数学问题之一 所以可见算法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算法的研究呢 对提高学生的素质 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 培养这个计算思维 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把它小结一下 这一讲介绍了NPhard问题的几个例子 前面都给出了建模和他们的描述 接着介绍了NPhard问题的计算现状 介绍了计算复杂性理论的核心 就是NP完全理论的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 最后我们介绍了算法研究的意义 和它的主要内容